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潘友杰先生 很感謝你為我們今次大會作決賽的評審 以及今次做頒獎嘉賓 想問一問 今天來到這個會場 見到這麼多位參賽者即席演出 其實對比在影片上 你會否覺得有什麼大差別 大家都會緊張了 就是上台表演的朋友 因為影片是傳到比賽 你可以錄很多次 但今天得獎者去上台表演 只有一次機會 他有時在壓力下都會比較容易出錯 但在壓力下他都會化了一個力量 就是跟觀眾更加有交流 更加有幅化 更加有交流 所以我覺得上台表演 對於一個得獎的參賽者 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一個經驗 一個很好的成長 很感謝福先生 我也聽過台上一方中 有八十年功 希望這麼多位參賽者 在將來 無論有沒有參賽者 都要多個集合 到上台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協調的情況 那福先生 其實你覺得這次的參賽者 你會有什麼鼓勵說話 可以鼓勵他們 平時除了讀書之外 因為我也知道香港的小朋友 在非常忙碌 在學業方面 我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在學業和興趣 包括在鋼琴方面 可以做一個好好的時間的運用 懂得分配你的時間 在每一方面 包括彈琴 因為你知道練武器 你一定要放很多時間的心機 其實才會進步 是的 所以時間管理方面 時間管理方面 一定要做得非常之好 另外就是 多些參與不同的音樂會 多些看看 不同關於本音樂的書籍 因為逐曲家 寫一首歌的背後 包括很多背 還有歷史資料 你知道這些知識之後 就會對你演繹的歌曲 有非常之大的作用 會將你對這些音樂演繹 在更深刻地更加獨到的 所以平時的學習和藝術 是非常之重要的 希望這麼多位同學 都會學潘先生所說 多些時間投學在自己的興趣和音樂上面 多謝九仁芳先生的助理 多謝九仁芳先生的助理 多謝 多謝 謝謝 謝謝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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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